红剑鱼为什么喜欢盐 虽然红剑鱼不需要加盐 一般是在红剑鱼出现水霉病 或者是鱼体被机身虫咬伤感染 或者是在肤霉病高发季节 为了防止水霉病的发生 可以在水中投入少量食盐 客观上说就可以硬制水霉病的发生 也可以观察鱼体是否受到伤害 掉铃的现象 若滋生水霉病之后 就可以在治疗缸内加盐 以杀灭病菌 一般对于感染肤霉病严重的病语来说 可以将其隔离 用3%的食盐水清洗 每天一次每次5到10分钟